你们认为的农村是什么样的? 或许我没有来到广西隆林,意识还停留在好几年前。 简陋的房子,破旧的衣服和鞋子。 然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一座座新盖的房子, 学校也有干净明亮的教学楼, 甚至还有塑胶跑道和足球场。 这一切都要感谢国家对于乡村的扶持。 熔林县是2020年才脱贫的县, 但是贫穷已经不是普遍存在, 而是个别因为家庭原因所导致的。 嗨,朋友们好,我是小玲。 这两天我们是在广西隆林县的一个山川里面去转, 来考察一下这边的学校。 还有这边学生,特别是困难学生的一些生活一些情况, 给他们一些补助。 这是属于我们慈善激进化的路户走返, 路户去实地去看一下他们具体的一个情况。 我们现在来超市里面购物来买一点东西, 给这边的小朋友。 一会儿呢,我们就走上几个特别困难的小朋友, 给他们一点意志才能帮助。 买了九袋大米啊, 一袋是五公斤的,十斤的大米。 又买了九袋做馒头的水。 买九桶油。 这都没有九桶。 买好了,现在是大米,面粉,油。 九份,一共是九份,哪样九份? 当我在国外旅行帮助困难的缅甸人的时候, 很多人质疑我, 为什么不去帮助中国人? 大埃善行慈善基金会已经成立了二十年, 在二十年间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国内困难的家庭。 现在我们的环境好一点了, 能不能去帮助一下国外呢? 云贵高原, 我们福建好多孩子的妈妈来自那边。 刚好机缘巧合, 就在跨年迎新之际, 去咱们大中国的边疆, 在当地老师的陪同下, 路校看望路户走访。 两天的时间走访了八户管兴隆林县的困难学生家庭。 上一次随大埃善行一起下乡走访, 还是在十年前, 没想到十年后, 今天能加入他们一起做时尚事业。 随着国家扶持脱贫, 现在的贫困只是个例, 生活在中国是幸福的, 就算贫穷, 他们现在可以吃饱饭, 可以上学, 就是条件艰苦一些, 比如学校里没有热水洗澡, 比如家庭收入低却要养活很多人, 以及小孩的心理健康问题等等。 这里大部分孩子都是单亲家庭, 要么父母都出去外面打工, 留下小孩和老人在家里, 有的家庭一个人要养活好几口人。 我看到有一个十岁代的孩子, 熟练的做饭, 做家务, 喂猪等等, 他特别的懂事, 学习也特别好。 这次我们带去的物资虽然不多, 快过年了, 希望你们能在过年的时候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, 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, 祝愿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